为云不忘雨不喝酒吸毒 那么信因果 那进一步呢多扶持三宝 帮助贫穷人 旧症地震的症灾 大家要多付识啊多回向 帮助生病的人 这叫因果心 那除了第一个有信心 第二个深信因果 第三个我们要怎么修呢 那各位要申请第三个心叫什么 出离心 各位就算今天你升天啊 大富大贵啊 像加罗月长者 但是他福报 福报的乡许完 他还要堕落定义啊 享受他的夜报 所以第三个我们要有 出离三界六道轮回的 这种决定 决定心 我不要来轮回了 像我们出家人为什么要出家 就叫出离生死轮回痛苦的家 各位为什么要念阿弥陀佛 念阿弥陀佛就是要脱离这个 娑婆轮回痛苦的世界 先到极乐世界 开智慧以后 再回到这个娑婆世界 度众生 这个叫出离心 那有了出离心以后 那各位要修什么呢 各位要修慈悲心 我们自己知道生命轮回很痛苦 但是其他的众生不知道 他们不知道轮回的痛苦 每天努力赚钱 每天努力读书 以为这样就可以幸福快乐 不一定 有钱还是会得爱胜的 所以各位呢 众生在生死轮回不知道 我们知道 所以对这些众生我们要有大悲心 因为母姨姐的众生都做过我们的妈妈 所以看到他们在轮回 我们很痛苦啊 不舍众生苦 而起大悲心 所以这是学佛第四个心 来背一下啊 刚刚讲了这么多心 来 信心 第二个 因果心 第三个 出离心 第四个 大悲心 那有了大悲心 那你要怎么度众生呢 那你要修第五个心 叫空心 刚刚各位在念心经啊 行生般若 波罗蜜多时 照见五蕴皆空 度一切苦恶 观自在菩萨 以内观而得到自在的菩萨 那为什么叫自在 根本没有一个我这个东西的存在 因为我们不了解 绝对有一个我 就会去分别 叫贪嗔之三毒心 有这个贪嗔之 那你就会轮回受苦 所以各位呢 一定要修空心 读金刚波罗 读六祖谈经 目的就是要让我们知道 这个世间 凡事存在的 都不是永恒存在的 都是合合组合暂时存在的 这个大雄宝殿 是由钢筋水泥啊 各种的东西组合起来的 而且这每一个东西都会变化 所以这个大雄宝殿 只是一个暂时的存在 一百年两百年可能就会老掉 甚至一个意外可能它就垮掉 它不是永恒不变的 它只是一个善时存在的组合体 给它一个名字 叫大雄宝殿 如果它盖起来像厕所就叫厕所 如果它盖起来像防空洞就叫防空洞 它盖什么形状 我们给它什么名字 但是它是无常无我的 所以各位要一点来分析 这个叫空性 如果你没有空性 你有一个强烈的我 我真感苦 我真爱淡乱爱 有这个我这个东西意识的存在 这个叫根本无明 你有这个我无明在 你就没办法正的空性 你没有空性 你不可能可以度众生了 你会觉得很痛苦 我不想要理它 我好痛苦 所以各位呢 我们学佛第五个心 有了慈悲心就要体悟空性 经常打坐思维空性 分析 凡事组合的都是因缘合合条件而存在的 既然是因缘合合条件而存在的一切都是无常的 都是无我的都是空无自信的 这个比较深喔 但是至少各位 你听我一下 一切都是假的 听我说一句话就好 当假的看一切都是假的 都像在拨电影 如梦幻泡影 不要把它弄成真的了 自己厚烈 现在让你敌烈英明廟 那也是假的 自己吹奔 说你台湿人要跟你捏那鬼 那也是假的 那只是一个感觉 就像做梦 这样而已 各位如果你能够这样 你就不会执着 不然就 哎呀 我的感情就能欺负啊 我的身体很辛苦啊 我的名声就能批评啊 你有一个强烈的自我意识 本位主义 那你就会产生自私的心 贪嗔痴 你就不断的烦恼轮回受苦 一个人太重感情 哎呀 我老公把我放了 哎呀 我心甘苦要煮什么啊 因为他没有空性 他就觉得一个强烈的自我 被欺负或被爱 很快乐或很痛苦 他永远不稳定 所以各位一定要了解 一切都是变化无常 空无自信 什么你都要分析 你不能不分析哦 家庭的意义是什么 儿子是什么 感情是什么 我是什么 这个叫形身波罗 波罗蜜多词 刚刚我们念完新经 请有念一句话 会念这边来 摩赫波罗蜜多 这是经过有搞同要件呢 这种殊胜伟大的了解真相的智慧叫摩赫波罗蜜多 波罗蜜多你才可以解脱自在 而且可以帮助别人解脱自在 叫到彼岸 波罗蜜多 你没有大智慧你就不能到彼岸不能解脱真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有摩赫波罗蜜多 不要执着 哎呀我现在六十岁老啊 这个叫执着 外表本来都是暂时存在的 心比较重要 不要以老卖老 老的意思是说哎呀我今天要死了 我还没装到空心所以我要打拼 不然死为了什么 老是为了这个 哎呀我现在能不能真的往生极乐世界 我很关心不是怕老 是怕自己生命快结束了 就像这个蜡烛快点完了 哎呀要紧张 万一点完了我没有胜的空性 乃至没有决定念佛求生极乐世界 我要堵落轮回生死 我很痛苦而不是说我怕老 所以各位呢要有这个空性 那我们要追求空性之前 还要有什么心呢 来念一下忍辱心 虽然我要振着空性 但现在做不到 别人跟我买 明明说空坑坑 不然买了要真疼真疼 心疼 怎么办 所以你要修忍辱 众生忍 法忍 什么叫法忍 落后 出里头 大小 破片 你都要接受 有什么叫法 法就是变化无常 你要安住在这个变化无常的法 叫法忍 还有什么叫众生忍 安对你不要 就怎么欺负你 你儿子对你无友好 忘堂 咖你 乎心 找你麻烦 忘了定你 你都要忍辱啊 因为你还没有振着空性 你要有忍辱心 这个叫众生忍 这个叫众生忍 你能够有众生忍 有法忍 哪一天你才可以进入最高的空性 叫无声法忍 所以呢 要正在空性之前 各位要修忍辱心 然后你决定修忍辱心呢 还要修什么心呢 来 给我念一下 不退转心 不退转喔 有些人说 哎呀 每天念我会累 每天堵重心会累 每天要跟人说话 没人要听会累 都不能退转 天天念阿弥陀佛 会不会累 不会累 越念越快乐 这个世界不管什么糟糕 我要为这个世界念阿弥陀佛 希望各位的记忆 不要批评这个世界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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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管这个 这个世界怎么不圆满 就要让你的心对这个世界 乃是对这个众生充满了悲心 永远不离开 这个叫不退转心 我们出家人不是出五天 出五年就还属了 出家要从这一次一直到成佛 生生世世都出家修苦行奉献 一直到成佛教 不退转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三不提醒 所以各位 你要修行佛法成功 不能有退转 哎呀 我拜怀元经好累啊 我决定明天早上四点起床 一天两天三天堂不住啊 我整天躺到八点了 退转阿 那你退转你就不可能成就 所以各位呢 有了慈悲心 就要修空性 有修空性就要安住忍辱 安住忍辱还要加上一个不退转 不退转度重症 哦今天我演讲来一万个我就很快乐 今天我演讲来两个我就没人说不下去 这样不行了 有些人你就高兴 哦 黄包那么大包的你就说得很大便 没有黄包呢 黄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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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退转阿 是不行的 所以 不管外面世界怎么样 我们对世界对众生的爱永远不改变 精进不退转叫不退心啊 那如何达到不退心呢 要怎么修呢 来跟我念 念佛心 各位要念阿弥陀佛啊 各位要做诵经啊 各位要做念大悲壽啊 靠着三宝的加持你才会不退转 叫念佛心 好 那以这个念佛的心 你才能够圆满什么心呢 来 再来个心来 菩提心 你才能够生起菩提心 好 那么有了菩提心以后呢 还要修什么心呢 给我念一下 色化众生心 哎呀 今天陈老板办这个法会 收钱吗 不是为了钱 为了什么 为了各位能够听佛法 能够学佛 能够做好人 能够不要有不好的命运 而且还送给你一瓶这个 甘露水 这一瓶多少钱 二十块人民币 这神水 这是一位台湾老板 今天又来做了特殊的水呢 透过了各种的机器 喝了身体会好 会很舒服 他刚刚还跟我讲 腰痠背痛 你肯定一瓶一瓶就好 你按骨那身 这个水把它分别 就会产生一种能量 那放在这边 脖子就会舒服一点点 而且把这个水瓶做成观音菩萨的干露瓶 把这个颜色做成药枝如来的琉璃光 那么这不是一般的水啊 然后送给你 希望你对佛教有好印象 也希望你健康 这个叫色化众生心 如果每次我们要办法会 来就让他一千块 你民表大家也要来 你要跟你妈妈说 妈妈你要跟我来听佛法 儿子你来跟我听佛法 我给你十万块 他也对你来 你老公就不要去打网上来 有十万块也要领 我也要来 你要让人听佛法 你要色化他 色化众生心 所以我们今天讲 学佛有这几种心 来我们背一下 回去把它背一下 来 信心 因果心 慈悲心 空心 因果心 前面还有一个 出离心 忍辱心 不退心 念佛心 菩提心 色众生心 回去啊 把它背一下 如果你会用这几种心 你就把整个佛教的内容啊 都抓到了 佛法是心法 你就按照这样去做 一步一步去做 所以为了有信心 天天供养三宝 天天念经 对转经轮有信心 对经凡有信心 对佛塔有信心 对点灯有信心 对撒干木水帮助众生有信心 哎呀很快乐 那我们深信佛法啦 我们叫守因果 那守因果 那守因果叫守戒律多布施 这个叫信因果 那你就会有福报 有了因果心以后要解脱生死 要消灭贪嗔痴 情修戒定慧 这个叫出离轮回生死的心 消灭贪嗔痴 乃是常念阿弥陀佛 有了出离心以后 对别人也要关心 对众生也要关心 叫慈悲心 那有了慈悲心以后 那你要修空性 你的慈悲才不会改变 叫空心 那虽然要修空心 还没有正空心 你要修忍辱 常修忍辱归一生 常修忍辱 你要有忍辱心 那么忍辱还不够 还不能改变 不能退转 叫不退心 那如何不退呢 要念阿弥陀佛 要诵经慈咒 你才不会退啊 不退啊 阿尿多罗三秒三步起 不退啊 那不退要干嘛 不退要决心 一直到成佛度众生 这个叫菩提心 那除了花菩提心 各位要想尽各种善巧方便方法 广度众生 共同离苦得乐 叫色化众生去 所以希望各位呢 我这样讲给各位一个印象 那希望各位把整个佛法的修学 赤地 这个赤地不是这样啊 不是这样一二三到十哦 我们讲的赤地是平的 就像前面这个塔 每一样你都要做 哦 最高的是菩提心 所以我前面也不要信心啊 我也不要吃素了 我直接直接持咒就好了 那你错了 很多人把佛法这样分的 人天秤 小秤 身闻言诀 菩萨 成佛 所以我直接就修 修学佛法 我也不修小秤 我也不修人天福报 这样比喻也不好 我们讲的是这样比喻 你要成佛 这些人天福报 出离心 身闻言诀 你都要会 你才能够圆满成佛啊 不然呢你不会 所以为了要这样讲 所以变成这样 你要摆到五楼 一楼 二楼 三楼 四楼 你都要大家闻闻闻 你才能摆到五楼 你不能直接跳到五楼去啊 说我是发菩提心的 结果你发菩提心 也不守戒 也不常吃素 也没有印经 也没有供养三宝 也不尊敬出家人 你说你现在在念 念什么咒 能够成佛 那就骗人了 一点基础都没有 好 所以我们叫 一步一步来 三规五界十善叶出离心 然后呢修三十七道品 发菩提心 十地 然后大碑 无所谓 一直一直 我们看到外面那个佛塔 就一层一层一层 叫你要努力 但是爬得越高 摔得越重 底下的基础要没打好 你不可能能够爬到上面去了 那就不圆满了 所以各位啊 了解这个道理 好 听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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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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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盛